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有一句說毛澤是最寂寞 我相信經過明天之後 對方不會寂寞 贏就是傻了 其實如果是真正的 我們不會說謊 只不過希望一件事 我估計比數是3比1 不希望這一場球 能夠輸超過大約30球 我們說香港的足球員 在比賽中是不夠放的 中環本地球壇幾十年 又不願為港隊培育新秀的魔鬼教練 黎祥 黎昇祥 在09年6月 不敵眼魔 離開本地球壇 離開他一班 從小到大 打到大的球員 黎祥縱使患上癌症 但一直深入本地球壇 他還以足球比喻人生 現在只看了半場比賽 雖然落後 但還有下半場 可以攀平 至少要堅持到最後 看院或者以前銀禧的年代 黎祥真的當了他 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用了他自己的精神 和很悉心地教他們 所以他們可能接觸得他多 在皮性上 或者做人方面 有些都有黎祥的影子 究竟黎祥教堡的時候 有幾魔鬼 讓他一班高足說說 小時候 我相信大家小時候 可能當時老兄 織手繩 會戴手繩 然後又不戴手 戴腳 那我咬柴 我咬柴 他就馬上走過來看我 怎樣 好嗎 隨便給我看看 看看… 即是看傷得如何 然後一脫… 然後他當然夾雜了一些詞 然後他一看見我 有一條腳繩之後 繞著腳就踢到我的腳 當然 把血壓住了 一勾住了 然後總咬柴 然後我看著他 我又發他的脾氣了 因為他繞著腳踢到我那裡 然後我發他的脾氣 不理睬他 然後他又走開了 我自己坐在球場上敷冰 然後他就叫人家 叫人家 進去拿一包冰給他敷 然後我沒有理睬他 然後他就… 最後又跑過來 說了一句 怎樣 現在好一點了吧 然後我個人又馬上順勢 在我心目中 他是惡大 就不是說說真是魔鬼教練 他是嚴謹 對每一件事 很深刻 就是說 譬如 場區球員的技術 他就要求很高的 好像我打龍門的 有些很細微很細微的動作 你做得不好 他一定要做到你 改到你好為止 即是你說什麼魔鬼教練 其實我們可能跟他太久了 我不覺得說 怎樣魔鬼教練 即是我覺得做教練應該是這樣做 我們在原地其實 最害怕就是我想 其實我那時最害怕就是 我走過 見到他 我都走回頭 在別處繞路走的 你想想我那時害怕到這樣 所以其實我想那時 自己覺得好像很搞笑 為何會害怕到這樣 即是正面其實見到他 為何我又走回頭 繞路要走呢 其實走正面 你見到他 打個招呼而已 都沒有問題 但我不知為何 我都要繞路走 其實我自己想回 你為何這麼搞笑 你自己這麼害怕 一個人做什麼 那時我真的害怕他 刀刀大 其實都害怕 但沒有那時這麼小 那時害怕那麼大 有球譚明叔曾經說過 好的球員誕生 八成 是取決於教練的態度 對球員出名嚴厲 訓練非常刻苦 但泥場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球員著想 泥場的特點 就是能夠看清楚 每個球員的缺點 再加以改善 我可以以致關一句 我有今天 因為都是泥場 因為我是八歲 九歲 在這個位置 就是現在我們坐在這個點 他就選了我進去踢 香港 那時還有講心想少年軍 那時十歲 我十歲幾十一歲 開始跟他 我心想其實沒有他 我不會有黃鎮宜這個人 基本上我可以很肯定 還有到這一刻 你問我 我已經踢了這麼多年了 他是唯一一個 也都是永遠一個 我是最尊敬 最尊重的人 我的方針 都是依照他的方針去做 有些東西要求 我是要求很高 還有 其實 基本上是要做一個好的教練 是要付出的 不可以說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教少一點 我不可以這樣 我去到球場 我就全心全意 放下去 我現在跟我學習的學生 我覺得是這樣 就算不管他是否夾組 學校 我都是依照他的方針 我也是這樣做 現在 泥祥在人生最後一段時間 一直都擔任 香港足球代表隊的教練 帶領港隊 南征北土 也一使 香港足球 沉積多時的童風 和泥祥合作多時 也曾經帶領港隊的名宿 郭家明 深深認同泥祥 是本地球壇 不可還缺的人才 對黎珍牆來說 我覺得 跟他共事了 由青年軍 在香港青年軍 在流浪的時候 對香港代表隊 直到入銀溪 轉到體育學院 跟他共事了三十多年的 從球員到教練 到最後 在技術方面 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道長處 就是他很投入 他很堅持 這個最重要 做教練一定有堅持 他的信念 他用他的方法去做到 變成了很多年輕球員 對他的看法 雖然他那些可能是比較 嚴厲的手段 但沒有說嚴厲就不好 沒有說苦阿婆生就好 各個各個方式 但結果我看見他 他的人生都是很無憾 因為他能夠培養到 這麼多後期的球員出來 當教練 這是我跟他共事這麼久 我覺得他值得向他學習 一代新人換救人 黎翔成為教練之後 球壇不少球星 都是由黎翔一手一腳教出來 黎翔亦成為一班球星 心目中的老爸 他很特別是 對我特別嚴厲 特別嚴厲 還有 還有 打給他打 我想其實也打過很多次 例如以前在看院 他只叫我幫他洗衣服 一個星期 他就叫阿瑜進來 幫我洗衣服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一個 跟衣服 他自己就進去 整袋衣服 你也知道 一個星期 他就叫我幫他洗衣服 還有 他有時候穿過一些布 他就… 我記得他就是 阿瑜 我有這杯不要 進來一會兒給你 有時候走過 就扔下 拿去穿吧 他不會坐下跟你聊 他是一個很硬朗的人 他就不會說 拿去吧 但是 這些很細微的東西 當我會覺得很信心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他對我很好 到現在 我退了休 我都覺得 是他最有影響到我的人 是我一個很小的小孩子 去踏足足球圈 是很多東西他帶給我 黎Sir一身貢獻本地足球 黎太太就在黎Sir背後 默默支持 我是沒有壓力的 因為我個人是放得很鬆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有壓力的話 你不可以在背後支持他 所以他家裡的東西 任何一件事 他是不用兼顧的 甚至乎 最小的時候 我是不需要跟他說那麼多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他給了我 家主意做任何家裡的事 高度是自由的 他只顧著一件事 就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一年之中 都差不多 很多時間都不在家裡 但是我不會說 家裡有什麼事 就要告訴他 又要報告給他 要問他 他是不需要的 他是不用知道的 但是我自己都安排了 絕對沒有牢騷的 他回到家裡 因為他那個人 都很容易放鬆自己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的話 他如果緊張的話 他怎樣去教球員呢 因為他都要教球員 對比賽認真 但是過了之後 只有一件事是檢討 你檢討一下 你上一場球 為什麼你會這樣 但是呢 如果你去發露鬚 或者你給了他們壓力 他下一場 怎麼會做得好呢 所以我想他這個是 他這麼久以來 他的優點 我就覺得一件事 就是 他絕對不會 那一場球是發露鬚的 他只是一件事 為什麼我這一次 這場球是這樣 我下一場要好一點 黎祥六十年代 開始投身足球 很快 已經打甲組球隊 他主力打清道夫 以硬朗的鐵法 建清 到1977年 黎祥代表香港 首次在世界杯外圍賽 歷史成 為香港奪得小組出善權 當時 和黎祥一齊並肩作戰的 還有國家名 在世界杯外圍賽 在世界杯外圍賽 得到最佳亞洲球員 曾經做過香港足球隊 教練 之後更上一層樓 出善權 出善權 在世界杯外圍賽 得到最佳亞洲球員 曾經做過香港足球隊教練 之後更上一層樓 出善權 國際和亞洲足協技術委員 現在更為近年積極改革的 中國足協做技術主任 有球壇至多星之稱的郭嘉明 最為人熟悉 就是1985年5月19日 以教練身份 帶領港隊 在世界杯外圍賽 在北京功能體育場 憑著穩收突擊戰術 以2比1擊敗中國國家隊 當年中國球迷稱為519悲劇 但郭嘉明認為這個功績 只是其個人足球壇上 其中一個亮點 作為球員的生涯 在77年的世界杯 新加坡外圍賽 就是我的焦點 當然出了線之外 另外就是我作為最佳球員的賽事 作為教練 我最亮點的就是 519的戰役 當然只是其中一場比賽 不過因為那場是世界杯外圍賽 亦都是要跟中國去拼 一定要先贏 要先出線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 對我們香港的歷史 對中國足球的歷史 都是一個很大的焦點 我作為一個教練 盡量發揮我們自己球員最好的能力 去打敗每場比賽 每場比賽都是決賽 在1968年當時郭嘉明18歲 中午畢業 立即加入以清分為主的流浪足球隊 開始了職業足球員的第一步 即是說你出來做事 有人看見你 有機會給你 你就去試試 如果不行 你自己回來出來做事 當時讀書踢球的時候 讀完書才踢 其實這個美麗的方義 讀完書去做事 必有時間踢 所以媽媽就是這樣說 讀書的時候 讀了書 希望找到好的工作 但後來因為踢球 這都發生到現在 嘉明當職業足球員 都不是一番風迅 遇上了不少阻礙和錯知 那次是11比0 我們輸第一次做香港隊長 很年輕 是年初一來過的 親切了一隻蛋 對賓菲家 那種滋味 接著我們亞洲杯 對北韓 兩年之後 75年 那場十四十三 四十月馬 我們輸了 那種多不服氣 到77年 我們贏了 新加坡贏了 世界冬圍賽 我是最佳球員 那種喜悅 到兩年之後 亞洲杯 是泰國對馬來西亞準決賽 最終射十月馬 十個十月馬 九個射入 一個射不入 就是我射不入 報紙就說 哇 香港罪人 香港怎樣怎樣怎樣 輸了球 那種情況 那種情況 所以 那個 up and down 是很大 在嘉明的口中 其實自己 沒有領導才能 足球就是帶給你 你不可以 永遠輸的 你不會永遠輸的 亦都不會贏得完 那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 就是怎樣團團合作 我是一向都沒有領導才能的 但是就入了足球之後 可以做隊長 隊長要負責任 到就先 走就走遲 看責任 拿了東西 留了東西才走 那種 習慣了那種 那種责任感 那慢慢是 鍛鍊了自己 好像作為一個領袖 所以後來做教練 就是一個領袖 去帶領那群球團 足球給我 就是覺得 人生是很多 去處理贏球 是不是世界冠軍 還是輸球 是不是挫敗的情況 就是世界每日 那些東西 使得我自己 在過程中 不斷鍛鍊 所以 你見到 鼠見北京 你見過很多 很多挫敗 但是 都能夠 回復回來的 九十年代後期 香港足球 走進去新低谷 入場的球迷 曾經只有雙位數字 有質素的球員 更加賣小見小 家明就有不同的見解 當時 場場打球 我們都滿座 大概上二萬八千 那樣花了一萬人 去到社會進步 香港的生活水平提高 每個人都是 生的小孩子 就少 每個人都向著 學業去埋進 所以體育運動就少了 所以足球 一直都是 民間的人 有興趣的人去搞的 政府都沒有 直接去支持這件事 所以去到九十年代千禧年之後 社會環境完全不同了 看到外國的球員 比賽 一比較我們那些 真的差很遠 五歲變成 入場的情況差點 但現在希望 東亞運動會之後 贏了金牌 現在政府真的可以 大力協助 在團隊的比賽 即是足球或者籃球 就先去足球 看看能否改變 發展新界地區的足球 香港的足球員 又可以回家 如果培養得好的千禮球員 其實去香港的球迷也有看 大家如果有看東亞運動會 香港對日本的足球決賽 坐在家明身旁 就是香港特首曾蔭權 經過當日 香港足球壇 一個重要的時刻 家明對本地的球壇 充滿了希望 特首之前他有來的 就坐在朱家席那邊 但他覺得 那天都不知道 什麼情況 那就是觀眾 希望找一群團隊 一起去看 足球員也找到我 去陪他 希望他有什麼問題 其實大家都 都不是很深入的 大家看球 即是說我告訴他 輸了一場球 上半場輸了 我們不是幾次沒有機會的 因為之前我們先回樓 以及之前我們 都是有一個好會的舉例 能夠追回的 我說真的不用擔心 我們有機會追到 他都相信追回 變成後面一開球 陳少奇就一個 投球來追回1比1 直到朱家席 是四十元 那個情況 其實都是告訴他 其實我一直都告訴他 香港是 前線球員如果有幾個機會 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如果是當時 體育沒有了 精英的業務 是不是有些機會 可以從政府協助到 他經歷了那一天 最後他跟傳媒說 他是2019年最開心的一天 嘉明現時一回到香港 就會相逢一群舊隊友 去到自己小時候 經常練習的 跑馬地運動場 緬懷過去 早上沒有場的時候 我們就去跑籃球場 就是跑籃球場 起碼有得操 在尾部有三個釣球 所以我們當時流浪 那班本地球員 對那個頂頭錘的時間 是非常好的 而前足球總會主席余錦基 用完美來形容 從小看到大的嘉明 我當主席的時候 他也幫我忙 現在他更上一層樓 在世界足協和亞洲足協幫忙 在技術顧問那邊 也是中國足協 也找他幫忙 我覺得 以為一個球員出身 他真的做到 差不多是完美的階段 他可以教到球 他可以出去 在國際足協 跟一些講英文的人士打交道 他可以把自己的概念 好好地表現出來 是得到別人的信服 所以他才可以在國際足協 或者亞洲足協 是得到他的不同的職位 那其實這個就是 正正在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裏面 我們給我們這些未來的球員 是一個什麼的方向 什麼的方針 為什麼要讀書 不能夠直接踢球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郭家明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榜樣給現在的球員 你做到他基本的事情 你另外有額外發揮 他容許 因為他很需要一樣的 球賽 除了基本的工作 球員要做之外 亦都希望他在場所裡面 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這個亦都是他一向做教練 所要求做 以及希望令到球員 有發揮的機會 最後家明就對現時 香港足球員和教練 有不同的忠告 如果政府的建議報告 如果足總是願意 通過這個防洋計劃 打好足球整個環境 政府又改變政策 給多些主場 場地訓練 在清分方面又支援很多 我相信是很多機會 我看上去應該是正面的 我忠告的教練就是 給心機做多些 不要怕失敗 不要怕被老闆罵 我最重要的是 讓他自己行心 不要放棄 今次在亞洲盤 我看到日本 南韓那種全面不放棄 打到最後 都可以反白為性的 那種心理 他們這麼好 他們這麼辛苦 何況我們不是這麼好 是否更加一杯努力 加點力才能做到 這個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盡了自己的能力 盡了自己的責任 盡了自己的責任 去拼搏 好不好是別人告訴我們 我們好不好的 香港投壇式是江輝時刻 令不少香港人 不斷懷緬 無論政府 足總 在香港隊 勇奪東亞足球 金牌之後 都希望可以把握時機 重振洪峰 讓我們 一起為未來足球 發展加油 Canal 大家好 邓志昂在1905年出任东华医院的主席 23年后他的儿子邓兆坚 也同样做东华的主席 另外更加做过保良局的总理和主席 也担任多个慈善基金的要职 被称为大前善家 要了解邓氏父子的故事 请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